今天下午我是同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 钟建礼医生开了个会 我们双方同意了我们会各自去检视有关的个案 积极作出跟进 是希望继续维持我们警务处和医管局 一直以来很好的良好合作的伙伴 近期多中我们前线警务人员 在急证室工作期间受到医护人员的刁难 和不礼貌对待的事件 只是一些个别的事件 第二方面的事项 去考虑成立一个两层架构的沟通渠道 和平台 做一个定期的会面 设立一个指定的联络人员 即时能够作出沟通 避免产生任何的误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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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